HELLO 大家好,我是熊仔 今天來到台南文理某間學校的後門這邊 要來介紹這一家無名的脆肉 要介紹之前先進入我們的黃金五秒鐘的時間 還沒訂閱按讚留言分享的觀眾們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喔 5 4 3 2 1 開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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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仔,今天來買到知名的脆肉,在這邊 哇,好大包,都買出來了 我們不只買這些,還有這個豬排 先來吃那個脆肉,吃吃看好不好吃 好大塊喔 一手 來吃吃看吧 脆脆的 外豬內嫩的樣子好吃 然後還有那個胡椒鹽啊,胡椒粉不會很鹹 因為它自己那個胡椒粉的味道本身就夠鹹了 所以那個鹹香鹹香的味道剛剛好 而且它那個胡椒粉裡面會有一點點辣 如果不喜歡太太的人呢,叫它不要加太重 不然會很辣 叫它正常加就好 而且他們賣的這個脆肉啊,他們沒有在秤重的 就是一包這樣子,像這樣子很大包 很小包這樣子給你裝到滿 這樣子就很大份了 嗯,像這樣子 可是它是直接這樣子裝到滿 而且老闆娘他們啊 會一直把那個肉塞到這個袋子裡面 塞到滿出來為止 塞到滿出來為止 這邊還有這一包也是 都已經灑出來了 這個是肉排 大家看一下 滿大片的 現在我噴了 而且也蠻厚的 來吃吃看 喔 炸的好脆喔 不過很香 蠻好吃的 它的肉 蠻軟嫩的 這一塊呢 等一下再來吃掉 最特別的呢 也有 還有這個飲料 紅茶 它這樣子一包呢 才五塊錢而已 非常的便宜 來喝喝看 嗯 嗯 不會很甜喔 就那種古早味紅茶那種甜而已 而且紅茶味蠻香的 好喝 這一包真的只有五塊錢而已 嗯 而且你自己看那邊 現在還是拍慢的冷 嗯 快二碗了 好喝 好啦繼續把這塊 剛剛咬到的肉排吃掉吧 嗯 吃一口豬排 然後再配這個飲料 嗯 嗯 真的很絕配 好好吃喔 它這裡面 我個人是蠻推薦那個脆肉的 然後再來是那個 這個 豬排 最後是這個 最便宜的紅茶 好喝 繼續吃我的豬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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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吃到都沒停下來 這個紅材太好喝了 再加那個廢物的地址 我會放在影片說明朗那邊 如果我不知道的呢 也可以去Google搜尋一下打那個 無名脆弱這兩個關鍵字 就會出現了 是在某天國小的後門這邊才對 它這邊是一條小路 肉排吃完了 然後呢剛剛不小心知道的那個 垃圾 嗯 喝完了 這個豬排呢 好吃然後紅茶也好喝 這個脆肉其實也很好吃 只是沒有辦法吃完而已 如果是喜歡吃肉條跟豬排的各位朋友們 如果喜歡的呢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也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大家記得來訂閱跟分享喔 一定要記得喔 我們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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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囉 還有 那